許慧寧主演的愛情電影 這日舉行電影主題曲發佈會 歌曲由台語樂團茄子蛋創作 講述電影入面悲喜參半的愛情故事 許慧寧在戲中要負擔父親生前的大筆欠債 而一日沒有出席的男主角邱澤 就飾演向他追債的流氓 許慧寧說電影的拍攝過程 比他想像中困難得多 幻想中的愛情戲應該不會這麼辛苦 就是心不會這麼辛苦 你覺得談談戀愛嘛 然後前面又是在鬧啊在玩啊 你光看本或者是前期在拍攝的時候 但沒有想到後面就是 越來越虐心 然後整個情緒很糾結 差超多的耶 對 然後導演都會先預告說 我跟你講喔 那個之後幾天我們就要開始不一樣了 就要不一樣了 你都要準備好 然後覺得也不會太不一樣吧 然後就到了當天的時候就 哇 差超多的 然後他就把之前全部放掉 放掉跟那些 不要去想跟那些無關了 你現在就是要一個人獨立面對這些事情 浩婷要他要開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很…對 心很累 許慧寧和優澤在戲中其中一幕 一邊咬金石 一邊聊天 許慧寧說自己當時對優澤的牙力相當佩服 而自己就要顧及形象 剛開始的時候美術師他有時候切的時候 會有劉會有那個結 那那一結其實不好咬 可是你有時候要咬的時候 本來想說幻想中的那一幕 應該是咬得很帥氣 然後就講話這樣 然後一咬我都卡住 然後你看到邱澤他是直接這樣 咬 咬 再咬 牙齒超厲害喔 然後我有時候都出神 我想說怎麼咬的 然後你就會出戲 然後就 OK 好 咬掉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算了 那我就是只要拿在手上做其他事情就好了 但是後來有導演就是他們就很貼心 就是還是把那個甘蔗就去掉 結的部分就比較好 然後我們就是拿在手上要邊拿邊吃邊講 這樣 然後有的時候 甘蔗的雜就卡在牙縫裡面 然後講話的時候還要小心 就是不要等一下一講 你不知道導演的鏡頭會怎麼拍嗎 我會很近的時候 你會看到雜在牙齒裡面怎麼辦 所以覺得卡住了就還會這樣 就是假裝帶過這樣 許惠寧又說自己非常喜歡這次的主題曲 當眾承諾連唱這首台語歌 只要電影票房好 就會和茄子蛋一起合唱